为了救我这两个朋友 我可谓是煞费苦心 梦里梦外的被吓过好几遍 而且还得跟巡逻的修女兜之都有 最让人无语的是 当我找到他俩的时候 这俩二货居然跟我说 还得去图书馆修女的房间找钥匙 听完真想给这俩货 一人一脑牌 刚才传言不说 偏偏在我找到他俩以后才说 典型的马头炮 生气归生气 人还是得救的 按照之前躲避修女的路线 又重新走了一遍 很快就来到了一楼的图书馆 现在只需要上楼去修女的房 这种老套路总玩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没劲 来到修女的房间 钥匙拿到了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原路返回 赶紧走 赶紧走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霍普先生开始玩真的了 这次明摆的是奔着要我小命去的呀 幸好我腿长跑得快 要不然刚才就交代了 索性的是钥匙拿到了 并且往返的路程很顺利 很快我便再次来到了 关押伊萨还有莫莉的房间 但是当我打开门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伊萨还有莫莉 对着我微笑说谢谢 结果下一秒就变脸了 吓得我连忙要关门 然而被修女抢奸给关了 这会修女背对着我 用很严肃的语气说道 说什么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去管他俩吗 难道把我的话当耳房疯了吗 说完就把我拽进了地下室关了起来 然后又是一顿讯 简直磨叽死了 最后丢下一句让我好好在这里反 我认为你Я不是英语啫尽的 我认为我是英语啫尽的